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工课堂第三课定于10月12号 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5时45分开始 神舟14号飞行程组航天员 陈东 刘洋 蔡旭哲 将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面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继续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 三名航天员将载轨介绍展示 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校园实验 水球变缆实验 太空趣味饮水 会掉头的扳手 以及植物生长研究项目介绍 并与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 旨在传播普及载人航天知识 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我们在选择实验项目的时候 主要有以下的几点考虑 第一就是说天地的现象差异一定要显著 第二就是科学原理要清晰 第三就是整个的视觉的效果要好 要具有传播性 能够起到我们真正的科普的效果 我们这次授课相比前几次授课 有了进一步的创新 首先就是我们的航天员老师 将在全新的问天实验舱段授课 演示天地迥异的实验现象 进一步激发同学们对于日常现象的思考 那么同时我们还将首次展示 空间站植物研究项目的科学实验操作 那么进一步展现我们国家的空间站 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的强大科研能力 天宫课堂推出以来 已成功举行了两次太空授课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前期开展的授课内容征集活动中 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通过新闻媒体 学习强国平台和载人航天工程官网 踊跃建言县策 不少好的创意设计脱颖而出 将在此次授课及后续活动中 陆续进行展示 中国航天员真诚邀请广大青少年 在地面同步尝试开展相关实验 从天地差异中感知宇宙的奥秘 体验探索的乐趣